賣點 千繁 這我的簽名在設計的時候 我這已經改良過很多次了 大概已經是第四五種簽法 因為想要把它越來越精簡 所以這是我簽起來 大概只是 其實算是簽兩個字而已 因為中間那個層就是 可能這樣四有四無的感覺 就反正簽名嘛 不用太認真的寫出自己名字 就是自己想怎麼畫就怎麼畫 就是自己這樣畫一畫畫一畫 畫出一個感覺 簽起來滿好看的 那就這樣子 第一次被要簽名的時候 我是覺得感覺很特別 就滿奇妙的就是 自己好像可能是個 也許有知名度還是 真的是一個職棒球員身分 然後才會有人找我邀簽名這樣 這感覺就是會 有點 好像有點成就感 現在背上什麼 真的背上 我都沒穿衣服 對 現在背上 其實當下我記得當時是一個聚會 就是都是認識的朋友 然後還有就是認識的朋友的朋友 然後就把衣服都起來覺得很悲傷這樣子 就覺得滿鬧的 因為還好不是那種 不是真的那種外面來的球迷 就是算認識的朋友的朋友 對 喔 有想到了想到了 我在衛泉球場 衛泉球場 衛泉球場 外面也不是烤肉 也在烤肉 那有一次也有一個球迷 因為球迷他滿瘋狂的 其實也不是我的球迷 他就是 就很大聲在跟我講話 然後就說 比完賽他考香腸送我 然後結果在比完賽他考香腸送我 然後他就說 要先幫我簽一個球 我再給你香腸 對 拿香腸換簽名球 對 我想到了 應該是球隊的簽名活動吧 就那一天大概簽了 300個 對 差不多了 你之後還會想要改一支簽名嗎 還是就一直用整個做 目前都是這樣啦 如果有要改的話 我再跟你說 打18U吧 然後 那時候就簽名簽正凱 然後媽媽說 你都沒在練喔 我說我又不會 可能高中也沒什麼在上課 就在畫課本 沒事就在那邊寫課本這樣 課本上面 筆記本上面都是簽名這樣